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烏爾開戰之後 首次和土耳其總統艾爾頓會面 這次來參加三方會談的 還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他們在利維夫討論如何化解扎波羅勒核電廠危機 也希望找出停戰的可能性 不過會談中出了這段小插曲 原來是不滿口譯 沒有完整翻譯 澤倫斯基親自用英文補充了這一段 土耳其為何積極當核勢老專家這樣分析 不過烏克蘭第二大臣哈爾科夫持續遭受炮擊 有多處陷入國海已經造成至少15人死亡 當中包括11歲男童幸存者當街就地大哭 但俄羅斯也有新動作 他們發布了最新影片 已經將掛載極音速匕首飛彈的三架米格311戰機 移放到飛地加利寧格勒地區 這場戰爭似乎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